好 這是首批客製化 BNT輝瑞 大家等了好久 盼了好久 這個民間努力合作 終於首批第一批客製化的BNT輝瑞 55萬劑 即將在9月30號 要抵達我們台灣了 不過這一回的輝瑞 他是不開放混打的 只提供第一劑這個疫苗施打 而另外還有AZ 第十期AZ的第二劑 即日開始到9月29號 這一段時間是可以預約開放預約 這個預約的這個第二劑的 這樣的民眾是7月22號前 如果你打了第一劑的話 46到50歲的民眾的話 趕快如果你想預約第二劑的AZ的話 現在也是開放預約的時間 不過提到這個BNT 大家都很關注 等了好久 BNT終於真的要來了 但是沒有想到 卻鬧出了一個烏龍 一度傳出這個首批客製化 標籤BNT疫苗 原本在清晨6點多 就抵達台灣 但是我們指揮中心否認 不過永齡基金會說 這個特製化標籤BNT疫苗 有大約140萬劑 準備從歐洲就要起運來台灣了 第一批剛剛提到就是55萬劑 就會在9月30號 也就是禮拜四 今天這個再過幾天之後 馬上要抵達台灣 9月底到10月初 加上AZ、莫德納、二劑的接種 還有還有流感疫苗也要開打 將會是打苗高峰期 BNT核實載到貨 民眾關注 有平原媒體報導 第一批客製化標籤BNT 27號清晨抵台 不過指揮中心事後澄清 這是未經查證的報導 並無疫苗抵台 永齡基金會接著宣布 BNT疫苗有140萬劑 正在歐洲等待起運 而首批客製化疫苗 有55萬劑延後到9月30號抵台 渴望提供給第十輪施打 隨著疫苗陸續到貨 指揮中心開始拼兩劑覆蓋率 9月28將配送108萬劑 莫德納到各縣市 提供70歲以上長者 和60歲以上原住民施打 29號接著配送AZ疫苗 提供7月22號之前 已經打過一劑AZ 且滿10週的52歲以上民眾 10月1號還將開打公費流感疫苗 9月底到10月初就是打疫苗 高峰期指揮中心提醒兩種疫苗 必須間隔滿7天以上 才可施打 建議是基於 如果產生副作用的時候 比較好釐清是哪一個疫苗引起的 並不是基於 醫療上的一個理由 校園接種邊地疫苗 持續進行 但有家長抱怨 兩個高中兒子 因為學校規定 施打個天才遠距教學 但是自己無法請四天防疫照顧架 但有小孩無人照料 就會負責回應 班導師應該先確認 家中是否有人陪伴 不然我會在家死掉 我等一下就走人了 所以媽媽會有接 對 媽咪 很危險 為什麼 因為如果萬一 萬一插起來 就沒人救你囉 台北市教育局也回應 遠距教學會疫苗價交給 校方決定 但建議學校可以提供圖書館 讓家長無法照顧的學生到校 學生打完疫苗後 如果身體不適也應該立即就醫檢查 記者週天節說宣泰報導 好趕快來我們幫我們的政府來評評分 來打個分數 政府你們認為大家一起來看喔 一起來發表您的看法 你認為這回政府安排這些疫苗的順序的公平性跟透明度 你滿不滿意呢 好如果滿意或不滿意 YT聊天室的留言告訴秀秀等等來點點名 不過先來看看 就是美麗島的民調顯示 好很不滿意的人 佔四分之一 25.2% 還算滿意 就是有點差強人意了 還可以啦 佔39%逼近了四場 幾乎這兩個是大宗 很不滿意 或是還可以 還算滿意啦 這樣子呢是大宗 至於很滿意跟有點不滿的呢 人數是比例是比較少的 好另外呢 同時好很多人在YT老天使很可愛 Chin Cha Young他說0分 熊慧生說30分 三世說非常不滿意 好另外呢 三重王農耀說-100分 黃泉民說很不滿意 好不過另外呢 再問大家一個問題了 如果疫苗不夠 需要混打 好我們台灣疫苗一直不夠 很多人連第一劑都打不到 打了第一劑也沒有第二劑 打了兩劑人這個比例非常的少 如果疫苗不足 其實就是疫苗不足的話 需要混打 那你會不會選擇高端呢 好會還是不會 YT聊天室留言也告訴秀秀 也來看看 這美利島的民調 不會選高端的 佔65%過了五成 換句話說 大部分的民眾 即使疫苗真的不夠了 只好混打了 也不想打高端了 65% 好6乘5的民眾 好會的人 32.5% 這是美利島的民調 好來看看大家 好 謝靜宇也說非常不滿意 MISS MISS也說非常不滿意 好大家這個 齊鴻榮說第一劑都還沒打到 好柯雪花也說非常不滿意 等等 說來繼續點點名 不過先來看看 其實告訴大家 繼莫德納總裁之後 輝瑞藥廠的執行長也認為 美國生活將會在一年之內 就要回歸正軌囉 好人家美國在一年之內 都要回歸正軌 那我們台灣呢 好其實他同時也透露了 兒童疫苗的最新進度 他們說表示呢 會在數天之內 就會向FDA 再來提出所謂的數據 只要這個數據被核准 就可以馬上來展開施打 先來關心 新冠疫情到底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霍瑞藥廠執行長 博爾拉接受專訪時表示 他認為在一年之內 美國的生活應該會恢復正常 不過他表示 這並不代表新冠變種病毒 不會繼續再出現 也不意味大家能夠 在不打疫苗的情況下生活 很有可能未來每年 都要接種新冠疫苗 而針對給5歲到11歲 孩童施打的疫苗 他也透露出最新的進展 I think we are going to submit this data pretty soon it's a question of days not weeks 霍瑞今年光是新冠疫苗的營收 至少可以達到335億美元 相當於9000多億台幣 如果美國刊放全民打加強劑 將會為輝瑞明年再多賺70億美元 約1900多億台幣 而根據美國CDC公布的 兩項研究結果指出 即使在Delta變種病毒傳播之下 實施強制口罩令的校園 比較能夠降低病毒的感染 發現沒有實施口罩令的校園 爆發確診病例的機率 是實施學校的3.5倍 另外一項研究則是鎖定 全國520個郡的公立學校 分析確診案例的成長 發現沒有口罩令的學校 每10萬人就增加35例 有口罩強制力的學校 每10萬人中只有16例 差距超過一倍 這兩項研究都證明了 口罩可以有效的阻止病毒的傳播 記者綜合報導